就因为吃饭这事 我经常和她吵架 就是我有点忍受不了她 这样子娇气 然后闹脾气 她还跟你闹过什么脾气 每回我们俩约会 她让我去她楼底下 我最起码都要等一个小时以上 而且最让我忍受不了的是 我给她打电话催她快点 她在那边就开始生气了 就开始哭 就开始闹 但凡别人能正常 迟到个十几二十分钟 我也不会说什么 但是我每回起码在等你 一个小时以上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我真的是等得不耐烦了 邝娜不是想要很好看的 出现在你面前吗 我选衣服不要时间吗 那我化妆也得要时间呀 这也不能怪我呀 这证明我多爱你呢 那你为什么你不能打电话 让我晚来一会儿 你换好衣服了 我再来也行啊 有时候我是提前想好穿啥 但当时我又改变主意了 觉得那个不好看呢 那不提这个也罢 还有一件事就是 我和大家在一起 她还经常不分场合地 跟我吵架 那会儿我和她一起去取车 然后在那个停车场 我看见一个新手的女司机 倒了半天车没倒进去 当时我就挺好心地 去帮人家把车倒进去 然后她就当时就不乐意了说 凭什么那么多人不帮 就我去帮人家倒车 然后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开始和我吵和我闹 然后大家全都看着我 搞得我特别尴尬 那个女司机长得那么好看 别人都不帮 凭什么要你去帮啊 那你去帮她就说明 你图谋不轨 你就不应该去帮她 那天情况你也在 你也在现场呀 我去帮她我也没干嘛呀 我只是去帮了一下人家呀 那女司机好看是吗 对 确实比你好看是吧 我觉得还行吗 有你好看吗 有点 有点 我觉得她能够善解人意的话 觉得应该理解我 去助人为乐 因为她也在旁边看着呢 对不对 我觉得真的活得好累 只要我手机 有微信 有短信 有电话进来 她都必须要查看 随着随着随着打过来的 随着随着找你干嘛的 不给她 然后她就生气就闹 群女之间 看个手机很正常吗 那我的手机 你可以随便看啊 那你不给我看的话 就说你心里有鬼 我心里哪有鬼 我心里有鬼 我还带你回家 见我爸妈干嘛 见父母啦都 我还带她回家 见我爸妈了 我爸妈好心好意 给她做了一大桌子菜 她居然说 没有一个她想吃的 然后居然 当着我爸妈的面 还点了一个外卖 搞得大家都下不来台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那不是你们全家做的菜 都不可无畏一口吗 你知道我是四川 你知道我喜欢吃辣的 再说了 从小我家里我爸妈 就让我喜欢吃啥就吃啥 为啥到了你家里 要说你父母的意思啊 而且你知道我吃辣 难道你之前就不应该 告诉你父母喜欢吃什么吗 这应该是你的错啊 你知道你男朋友 跟你分手吗姑娘 我不知道 刚才不已经说了吗 但是我没同意啊 你是不是还是因为我说 要回去相亲的那件事 那只是我欺你的 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的 你拿这个来要挟我 我也本来 你分不分手 真分还是假分 你说句实话 我就是想来这边 让大家给我评评理 原来还不是为了分手 只是评理 来吧 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对吧